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繼續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即使攻略 大家好 我是鄭美琪 和大家先跟進大事方面的表現 恆指現時升了80點 最新報23727點 國企指數升65點 報9895點 至於大股成交方面有421億多 此期指升了57點 最新報23655點 低水65點 成交量有61,000多張 內地股市方面繼續靠穩 上證和滬心300指數都是升5點 至於深淨城市升57點 請來我們的分析員和我們討論個別的板塊和股份 有我們的高級分析員遠慈在這裏 Heli 你好 你好 跟你討論內房股這個板塊 消息面也較多 先跟進個別股份 先說一下中國恆大3333 現時股價是靠穩星3先報5.48 它公佈了8月份方面的營運數據 看到在銷售方面破了紀錄 8月方面的情況 銷售的額額有482億人民幣 按年來說是增進了1.96倍 按月都升了1成2 面積方面 按年來說都增進了1.99倍 按月多出了4.8% 換言之 都是有個燒情火爆的情況 無論是銷售金額 面積都發生了單月方面的銷售紀錄 也創了整個行業的歷史新高 說了這麼多數字好像很厲害 但是恆大的股價沒什麼大升 原因在哪裡 如果你看恆大來說 的確8月份的數字做得挺漂亮的 看到銷售金額和銷售合約面積 都有一個明顯的上升 但是股價來說 我相信很多大行 之前對於它的半年協職 特別是整體的不同的負債比率 都有個多大的懷疑在這裡 所以重視銷售情況 都有一個很明顯的上升 但是股價表現 大家都有個保留在這裡 所以你見過股價 升的升勢都非常之少 彈上去5.57之後 又退回頭 所以暫時來看 我想恆大來說 它升不是不會升 不過在升勢上面來說 會比起其他內房 其實會比較慢一點 而且大家也明白 其實它的業績 或者所有東西 都在反映著 上年 甚至前年的銷售情況 接下來它的數字 應該不會太過差 我對於恆大來說 又不是說看得差不緊要 不過如果市場對於負債比率 又或者負債情況 有個擔心在那裡的話 股價會走得慢一點 但是如果你看得到恆大 又或者你買過恆大的話 其實一向來 它的負債比率 都高得有點誇張 所以我覺得 這些所謂的擔憂 其實是有少許多餘的 要麼你不要買恆大 你買了恆大 你又要怕它的負債比率 的話 就不能搞的 所以因為它的業務模式上來講 向來都是一個非常之高槓桿 換取一個非常之高的銷售情況 暫時來講 管理層就很execure到這個策略 對於它離境的銷售情況 我又不是說有太過擔心的情況出現 好 跟著個別股份的相關消息之後 講一下整個內房最新的相關消息 看看深圳方面的樓房方面的市場情況 剛剛見到相關的機構公佈了 就是深圳上個禮拜的新房成交的平均價 講到每平方米就是賣7025元人民幣 環比來計就是升了五成四那麼多 似乎已經是上7萬元每平方米這個均價來講 都已經不是第一個禮拜的事了 應該是第二個禮拜的事了 其實是否豪宅方面依然燒情比較旺些 深圳方面的樓價會不會繼續向上 它的深房成交均價其實是一個平均的數字來的 上到7萬元平方米 其實每平方米7萬元其實有少少就快追貼香港的價 我覺得深圳的房價去到這樣的水平來講 其實不是一件新鮮的事 而本身整體的成交量方面來講 我們都見到上個禮拜終於有個回升了 因為反而以往之前的三個禮拜 深圳就醞釀了推出很多所謂樓房的限制政策 所以導致成交量其實是有個下跌 剛剛上個禮拜其實是重新重新上升的趨勢 所以暫時來看對於內地的樓市來講 重視其實本身很多地方政府 包括深圳市政府在內 其實都推出了很多特別在貸款上做一些限制的措施 我想限購或者限價的措施會陸續續地聽到多一點 不單止是深圳的了 四大一市城市其實都醞釀了出一些非常多的政策 我想離婚買樓或者做很多這些比較奇怪的新聞 依然不會不絕於疑 所以現在起回這幾年內地政府做了很多措施 去擺在一個來房政策上面 包括做很多限制的措施 目的都是想房市不要太刺激 但是暫時來看我們都未見到一個很控制的情況 所以暫時來看大家對於股市有沒有什麼好炒 其實那些錢又會放回這些所謂的房屋裏面 所以暫時來看就算深圳市政府 我會覺得對於房貸政策 或者整體樓市政策做一些收緊措施都好 你會見到其實很多項目依然燒情非常火熱 所以我又不是擔心內房的股價表現 即是當有一個新政策走出來的時候 可能短暫地會有一些收押 但是暫時來看 整體的燒情上面 我又不見到它打壓得太厲害 是的 要跟你說一下另外有兩個統計 一個就是上海方面 八月份那個就是新房成交 我看到也是創了一個新高 一手房方面的成交面積增加到186.96萬平方米 直逼三月方面創下的天亮方面的水平 環比和同比都有增長四成二和五成 即是去付存的情況似乎又好一點 在上海方面 四點六個月就可以去相關的付存 那會不會推高相關的股價呢 要問回來 另外第二件的統計 就是在137家房企裡面 他們首六個月的負債超過4.3萬億的增長 就是大約成四那麼多 即是他們賣的情況雖然很火熱 但負債的情況又是另一個另淡的因素 作為投資者去買內房股的時候 如何平衡這些利淡利好的消息 負債的情況我又不是太過擔心的 因為如果房子能夠賣的話就可以了 這個是一般房地產行業的一個銷售 或者營運辦法來的 很有趣的 我不太明白為什麼上海還在用去付存這個字 四點六個月就可以去付存 這樣代表不夠外賣 所以現在是樓房短缺 不是複存的問題 所以說4.6個月 其實過兩三個禮拜後 已經開始短缺樓價會扯上去 所以暫時你看看 暫時很多地方政府 就出一些斬腳趾被沙創 包括上海市 在那個地價上面 就做一些限價的措施 不讓它有地王出來 但是是否代表一手樓的銷售和價錢 可以壓下來呢 這方面它明明是用一些行政措施頂著 所以特別在上海那裏 我會覺得一手房的銷售面積 或者銷售成交金額上面 依然不會創新高 對於一眾的內房股 特別在上海做根據地的內房股 可能都會有利好的消息 好,謝謝Hurry長盡的分析 先和你做回申報 本身自己有沒有持有內地房企的相關部分 沒有 好,麻煩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將會開始 下午的問題環節 如果你有告別問題想問的話 爭取時間打給我們